在加拿大的西岸方面 年日的暴雨 温哥华的示威者露營地點 已经变成泥汤 同时示威者长时间的游行 也都引起部分市民不满 在多伦多 只有百多名的示威者 仍然坚守阵地 注册在市中心的Saint James Park 在旁边方面 示威者承诺在10月31日之前 离开露營地点 当地示威的诉求 已经变成保护无家可归者 据专家分析 恶劣的天气 并不是占领行动衰退的唯一原因 加拿大公众 响应占领行动的热情 急剧减弱 原因是本国的财政相当稳定 但是部分示威者就表示 无论天气怎么样恶劣 他们都会长期坚持示威 ROW TV 雷战日报道